好 来看4月29号开始 日本是开始为期10天的黄金洲长假 那么疫情爆发以来 可为三年首度没有防疫措施的黄金洲 民众报复性出游 长长车潮仿佛没有尽头 公路成了大型停车场 防疫措施松绑后的第一个黄金洲假期 日本民众报复性出游 高速公路 车流量暴增 回堵将近40公里 不只高速公路 新干线 机场以及各大观光景点 都挤满了出友人潮 民众因为疫情门了太久 好不容易迎接10天的假期 又碰上天气晴朗 即便早就知道各大景点人山人海 民众还是把握机会出门享受假期 除了国内旅游之外 也有许多人计划出国 由于只要打满三剂疫苗 并且在机场检测为阴性 回国就可以免隔离 让出国人潮也暴增 尤其是日本人腿爱去的夏威夷 航班预约人数比去年增加九倍 再加上夏威夷解除口罩令 檀香山的海滩上 也可以看到日本人观光客脱下口罩 享受夏威夷阳光的身影 日本近期疫情有趋缓的迹象 东京也连续21天 单日确诊低于上周同日 但日本在二号发现有两例 BA.2和Delta的混合变种变异株 两名患者都打过三剂疫苗 症状也轻微 由于两人都没有出国时 专家分析应该是本土病毒变种之后 造成的社区感染 而专家也担心这款新病毒 可能会在日本扩散 呼吁民众出门在外 更要做好防疫措施 避免下一波疫情的到来 据得廖安宇综合报导 拜登访问日本跟韩国 但是访问的顺序 引发争议 打破了60年来 美国总统的惯例 拜登亚洲行行程才刚敲定 就传出争议 因为美国总统罕见 先访南韩再访日本 在白宫记者会上 发言人沙奇则是冷回应 强调不需要过度解读 实际上沙奇这样回答 是针对记者提问到近60年来 没有一位美国总统 任内先访问南韩 通常会把日本放在第一站 但沙奇强调日韩两方 都是美国重要盟友 沙奇把重点放在美国跟日韩 关系都很友好 试图厘清先后顺序 并非政策改变 拜登预计在20号到22号 访问南韩届时将是 南韩总统以习岳上任 第11天更是南韩见证以来 首位在最短时间内举行 美韩两国元首会谈的总统 有分析认为这说明 美方为美韩关系 赋予重大意义 美韩领袖峰会之后 拜登接着才会在 22号到24号访问日本 而这次拜登形成先韩后日 很可能导致日韩 已经分裂的关系雪上加霜 日韩之间原本就有 错综复杂的历史情仇 两国因为二战时期的 征用功诉讼 慰安妇等争议 正处于二战之后最差的情况 而美韩之间对于四方会谈 是否邀请南韩也似乎是 两边解读不同 除此之外 日本与美国之间也有心结 日本日刊现代引述消息人士批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26号公开表示 日本将出席6月的北约峰会 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 27号迅速打脸 称日本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这让日本陷入了强制参与的危机 布林肯的言论很可能被解读成 要求日本参战并进一步刺激 厌恶北约扩张的俄罗斯 记得张力报导 我们在中间摄影棚全天后 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 这一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 迷你的水神雾化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 我们在车上用水神雾化器